家里还剩最后一袋面粉 今天来做个叉烧包 准备1000克面粉 往500克温水里加10克酵母 搅拌至酵母融化 面粉里加20克白砂糖 20克食用油 两个泡打粉 倒入酵母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絮状后下手揉成团 盖上盖子让面团饧发至两倍大 洗面的时间要根据温度来定 我们再来准备馅料 叉烧包好不好吃 就在于这个馅料调得好不好 肉和洋葱少不了 现在给它们洗干净 肉改刀后切成小长条 肥肉去皮 需要带点肥肉吃起来才香 再把它们全部切成这种小粒粒 不要去剁 装盘备用 洋葱对半切开 同样切成小粒备用 切洋葱有点辣眼睛 我们可以切开后 先在水里泡5分钟再开工 拿个小碗 舀入两勺叉烧酱 这个叉烧酱不能省掉 也不能用其他的酱料来代替 一勺黄豆酱 再加点生抽 蚝油 白砂糖 对点凉白开 搅拌均匀 刚忘记加老抽了 来点老抽上色 接着往锅里倒油 先把切好的肥肉粒倒进来练出油 倒入瘦肉粒朝边色 加点料酒去腥 再把洋葱粒倒进来 翻炒一分钟 分次倒入调好的料汁 把汁水熬干 熬成这样就可以了 放凉后我们把它盖上放进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凝固一下馅料就更好包 我们来看一下面发的怎么样了 有了密集蜂窝已经发好了 先来揉揉拍拍气 桌面上撒点干面粉 用搓衣服的手法把面揉光滑 切三分之一 剩下的用保鲜膜盖上 防止吹干 再把它搓成长条 分成均等的剂子 用手掌压扁 擀成中间后 变薄的面片 包入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叉叉线 左手托着右手拇指和食指配合 一边包一边捏一边团 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法 这个动作要慢慢来 可能一下学不会 特别是我们南方人 包好放笼屉 盖上锅盖 二次醒发15分钟 包子拿起来轻便飘的 醒好随温水增10分钟 10分钟后 香焚焚的叉叉包就出锅了 蓬松又柔软 特别是里面的馅料超级的好吃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